加州法院在周五拒绝了一份暂停微信禁令的请求 并指出该请求的理由并不充分 根据路透社报道 一群美国微信用户向北加州地区法院发出了该申请 要求法院阻止从周日开始的微信禁令 但联邦法官比勒在听取原告的诉状后表示 理由并不充分 暂不插手 但将在周六举行公听会吸纳更多意见 司法部对此表示 法官比勒应该否决这样的请求并指出 川普当局禁止微信是为了扫除中共的威胁 而要求暂停禁令的人没有提供有说服力的理由 对于微信即将被封 有海外华人表示 微信上的大外宣假消息和无处不在的言论审查 已经让其成为中共的海外领地 微信表面上说 它不会留存用户的任何敏感信息或者聊天信息 但是我曾经遇到一个事情 就在我们一个四个人的群里 就根本不会有任何人举报 我发了一张关于中国宪法的图片 然后我号秒被封 然后告诉我发布虚假信息被举报了 但是根本就不可能 李茂军表示 微信被禁之后 可能短期内对部分民众与国内家人的联络 产生影响 但也好过纵容他侵蚀海外的言论自由 新唐人洛杉矶记者站综合报导 老鼻 area date 冷静 мы говорит 说 movie 好 compost 涼 以 �케 know 导